这是苏联摄影师1949年10月1日拍摄的历史画面。 中国首都天安门中心广场聚集了很多军人和群众。 大约50万人欢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 他在一片欢呼声中走向紫禁城前的天安门。 塔军庄左侧胸前的红丝带上写着主席。 前一天,毛泽东当选中国新的联合政府主席。 联合政府成员中包括共产党以及民主党派和左翼党派的代表。 毛泽东当众宣读了台湾五千年历史新时代的宣言。 这个独一无二的录音长期作为密件保存着。 民主党赳党也ions或十步和国主党 Auft that fund. 真华人民更够贵猎链客。 抵贵利国人民的意思外向民权 OH,4sphere 3,736国士、 åtminença。 企定你一、真华人民権党布贵猎主党派和ual만 feelings ו promend成功。 主持法。 新華人民干負貝的權利, 新嘴地白天為 新華人民干負貝的勝出, 新華人民干負貝, 新華人民干負貝。 新華人民干負貝, 新華人民干負貝的 唯一一負貯生活。 您現在看到的是蘇聯攝影師拍下的珍貴畫面,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朝内侯不朽 唯一保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镜头 毛泽东和他党内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 1949年斯大林亲自下令 一个由苏联摄影师组成的大团队来到了中国 他们受命拍摄关于中国共产党 取得国内战争胜利的影片 这部用彩色胶片在中国的几个省拍摄的影片 历时半年多完成 拍下的部分影像后来用于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之中 1951年 这部纪录片被授予苏联斯大林奖金一等奖 但是很多拍摄的影像并未使用 而是专门秘密的存放在了克拉斯诺哥尔斯克国家电影摄影文献大案馆 事实上 直至斯大林去世后仍被秘密封存 大案馆的工作人员 70年来小心地保存着这些无价的彩色胶片 这才使得今天大家能在荧幕上看到这部片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